《精鋼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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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精鋼圣的行者 都知道要尊實重道 要多親近上師 那這樣子才能 大大的機資進帳 成伴自他二利 成就無上的佛道 乃至一生成就的契機 也在於親近上師法的教法當中 但是很多人不懂得如何親近上師 有的人跟上師保持得像 就是一個看上師 就是挺好感、挺恭敬 這樣的一個人 但是是敬而遠之 對不對 包括在座各位 有的人跟我 一年也講不到五句話 是不是 我跟各位講很多話 你看我現在講這麼多句 各位很少跟我交談、互動 在座各位也有幾位 少數的,不是多數 如果多數就是很不幸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時候又不要接受我錯誤引導 又認為 那是不是常常跟上師很有聊的人 不是很無聊 不是很無聊的人 不是很無聊的人 是很無聊的人 因为也有那个就是远在国外 或者远在外现世的人 他跟上师是非常相应的 上师想什么做什么 他几乎都清楚明白 而且也是一教奉行 相反的常常跟我互动 常常讲话 或者跟随在身边一起做佛事的人 他未必能够如此相应 所以有些人 搞不清楚状况 亲近上师的方法是什么 搞不清楚怎么样 不明白就没有动力 就没有信心 就算了 随人吧 这就像父子吵架了 跟搞不清楚父亲在想什么 父亲搞不清楚小孩在想什么 沟通一阵子 沟通不下来 父子从那一年起就没有讲话了 为什么 算了 随人吧 对不对 夫妻吵架 太太不谅解心声 心声不满意太太 可能也试着 试好 试出善意 想要重修就好 但是呢 就是几斤努力 哎呀算了 随缘 同修常常 男的女的都有 来跟我讲 我现在搞不定 真正做不定 我就说 根本你们平时都搞不定 밀porns 心情好 水腾股 笑 单紧 咬 现在真的变相 差不多10另外 states 这就没有亲切我的方法 就算 acces 这种互动的方法如果不讲究 如果不正确 你说那是不是很误事很害人 那如果是成就佛道的金刚秘圣 一个做弟子的不懂得正确跟上师亲近 有这种教法互动关系 那其实修显教就可以了 修小圣或者道圣的佛法 那就是非常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修金刚秘圣 金刚秘圣的弟子行者众 他是以金刚上师为道 你这句话常常就很多人都听不懂 所以我们修大圆满前行五家行 外共家行 闺蜜善知识第五个家行 对不对 我们已经讲完了 讲完了以后我们再加了探讨 清净上师法这部教法 让大家弄清楚 不然人家很多人同学都在讲 这就是供命善知识 就是依止上师 这第五个家行 好像就是讲 我们就是很恭敬很恭敬很恭敬上师 这样就对了 听起来好像又对 其实又好像不大对 他好像不懂 那我相信你听完清净上师法 你会从中解开你很多问题 就是为什么一个金刚秘圣的行者 他跟上师的这种信心 三昧业界是如此的重要 那一个金刚秘圣的行者如果不懂得清净上师的方法 他几乎就是很难达到成就佛道 更别讲极深成就 所以这是金刚秘圣的行者 他必须要行持的法门 你一定要弄得很清楚 好 我们上回讲到 华元经讲到的近十九心 的九种心 我略微跟大家做了这个导引 那今天我们要讲下一段 造上师相的功德 我们都会造佛像 对不对 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 我的老师 他们这些子女 对自己的父亲很惊讶 就为他的父亲 他父亲还健在 好像是六十大寿的时候 子女就出钱了 父亲造了半神的铜像 就是摆在他们家客厅的中间 这是我亲眼所见 老一辈的人常常见到 对不对 很感念自己的父母亲 父亲长辈祖先的塑像 甚至他健在的时候就有这样 那这里呢 我们这个佛弟子 为了感念佛陀 或者诸佛菩萨 诸师大德 就是诸圣众 我们也会造像 做他的佛像 我们现在常常讲 金身台湾话说金身 钓一钓金身回来拜 或者就是 总而言之就是照相 无论是佛像立体的 金木土石的各种材质 或者是有绘画的 雕塑的 平面的 或者就是现在的科技 更发达有照相印刷各种方式 所以就是总而言之 这都属于照相 照佛像 那现在探讨的就是照上师的相 那这个清静上师法 这个同修在座有的第一次听闻 这是南人巴大师 他所做 都是仁波切翻译的一部电机 这格鲁派呢 就是皇教 特别注重这样的教法 他这里讲 因为供养上师的功德 大于供养其他佛菩萨的功德 所以照相的功德 也就是属照上师相的功德 大于造其他佛像的功德 这有没有需要讲解 我觉得我想讲解一下 可是我想看一看 他又讲得很白了 好像不断需要讲解 总共言之 他说 因为供养上师功德 大于供养一切诸佛菩萨的功德 所以你要造相 也是要造上师相的功德 大于造其他佛像的功德 他举证呢 在阿底形象序 序部的典籍 他讲阿底形象 形象 就是说佛的形象 叫阿底形象序 它里面讲什么 修造上师相 功德远胜于 未给无数佛 塑造无数相 阿底形象序 这典籍讲 你修造 就是塑上师的相 功德远胜于 未给无数佛 功德远远超过 给无数的佛 塑造无数的佛像 也就是塑造无数佛像的功德 不如塑造上师相的功德 由此可知 书写其他佛经的功德 就是说你会抄写其他的佛经 很多人没有学佛 但是喜欢抄经 对不对 抄经 静心 抄经 炼字 对不对 抄经有的人抄一抄来烧掉 说这样才 人家才收得到 那是错误的 经典不能烧 抄经是怎么样 古代没有印刷书都用抄的 对不对 皇帝说来 抄一千份 流传到房间去 尊职 大家就开始抄 抄一抄 大家怎么样 烧掉 那不是傻瓜吗 抄一抄就是要给人家阅读的 是不是 抄经最神圣的东西 法宝 就是要 你这样抄 就抄得字漂亮一点 做父亲的抄 做母亲的抄 留给你的小孩念 留给你的朋友念 这是亲手抄的 这小孩 因为你百年之后小孩 这是父亲母亲当年亲手抄的 所以他的字不怎么样 但是我念起来 特别有感觉 特别有加持 父亲母亲也有功德 抄经很有意义 这里讲到 抄写其他佛经的功德 不如抄写上师著作的功德 来得殊胜 就是上师如果有什么著作 你抄写 他的功德大于抄写佛经的功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